就说论塞满这么大个冰箱得多少钱 大家好,我是秦花 我们这里白酒覆盖零下三度肚 而且我们这个林场出去到市里买点东西 需要来回的路程就得一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习惯了什么囤货 家家都这样 囤货有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 东西保存不好,它容易风干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给它进层一次保鲜 把这些食物给它挂一层冰 这样更利于锁住仙 这猪做梦也没想到啊 它死了之后还得用凉水浇它呀 给它洗洗澡 鸡鸭鹅肉全在这里面啊 真是大鹅 就是洗澡 刚刚拿出来立马水就不滴了嘛 来放上 虽然冷 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会风干 就像我们冬天把衣服晾到外面一样 水分就没了啊 它是升滑了 今年占冰占的早 要不然这鸡早又不是黄澡了 就白了 爪子也得占一下 不占爪子就疯了就没法吃了 看看 给你看 再把那冰一层保护盒 正亮正亮的啊 那边太冷了 它自己在那里慢慢地挂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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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王库年 我们这冰天雪地点没啥看你啊 就猫东啊 就是吃 看看它在这呢 它要出去 东北人土用货 真是习惯 但是有多土豪呢 也就这点玩具 我还觉得吃点啥 得了吧 这点玩意儿的话也不少钱呢 大家都问我大鹅多钱一只小鸡多钱一只 这个是我们给当地买的 自己家猫东吃的是不卖的 大鹅我是150块钱买的 一只小鸡是120块钱一只 这条大鱼 这条大鱼 过年必须得吃鱼 胖娃娃抱个鱼 预示着年年有余 我得慢点 我得把冰箱砸的 这样行不行 就是你们看这小鸡上面吗 一层饼啊 这回它又有了一个保护膜 又跟女人擦脸 擦个护手窗似的 你擦点花装品 你为了保持年轻 小鸡也一样 挂了一层饼 它也能保持它的新鲜度 好 幸亏咱这冰箱俗的 我感觉它有点空啊 那是不是再整点啥 必须给它塞满 轻点车边啊 它碎啊 这个尊孙菜 这个留火饺子 就说论塞满这么大个冰箱 得多少钱 我这些也就三千来块钱 你觉得工资都没够 要想塞满的话 还得最少还得一两份 但是塞那么满能吃完吗 你吃不完不会找人帮你吃吗 谁家过年还不来两个起啥的呀 我现在觉得这冰箱还可以搁上一只羊 哪天就进城安排一只羊 一到东北猫都市街 大雪覆盖 青菜没有了 除了萝卜土豆子 今天咱们带来一个菜 这属于蔬菜啊 这干不扯业的真难看 这个家伙吃龙拔俏的 这个叫架豆干 这也是东北铁湖炖 专用的杜角 放入温水泡四个小时 碗饭没啥吃 再炖点排骨 碗饭没啥吃 准备开始生火做饭 哎呦 终于着了 今天就是猫烟的 瞅着 屋里啊 屋烟瘴气 把门都开开了 偷偷风 今天是咋的了 风不对啊 屋猫烟快 我是掌握了里头 我气死了 这憋死了 除了来口新鲜空气啊 放油 这暖和的屋子也晾凉了 窗户都开开了 全是烟 先上大块的葱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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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排骨 来点料酒 葱姜 老抽 下汤 盖上锅盖 炖四十分钟 这时候来点食盐 这就是泡好的架头干啊 铁锅炖尊用 咱下锅 东北的铁锅炖 这碗样也是非常喜欢吃的啊 土豆干 我这还割了点粉条哈 盖上锅盖 再炖十分钟 今早上烧了一根手包米 也没吃了啊 咱也放那个锅里一起炖 咱咱咱咱 饭也好啊 粥锅了 咱先咯咯咯咯咯啊 边套汤边吃啊 坐这吃才有那感觉热乎 来最后来点小调料 开饭了 这一锅也是连菜带饭都有啊 这铁锅炖这东西 这都饭店才能吃着点 这个锅面都是烫的 你不敢摸手啊 这个热 开锅了 这必须得先来点粉条 哎哎哎哎 粉条粉条 哎呀 嗯 东北乱顿呢 却黑焦黏乎咸呢 这就是你们评价我们的 但是你知道这一锅又多香吗 虽然没有南方菜那么精致 但是这个一锅这个味道是咋咋的啊 骨头干 我妈弄的 那是挺烫的 热啦 手到炉边吃是真暖的呀 这酒鸽这家都是热了温乎了 这就是架豆干 炖铁锅炖专用的 炖鸽非常大 而且这么炖碗味道好哎呀这个来一大块头的粉条 太烫了 咱们今天这两肉都是精排骨啊 接下来再拿下来的都是精排骨一直吃到最后远还有一块尾骨 打点烂骨 脱骨的 人 这必须得来块骨头看看着 带脆骨的 嗯 嗯 烂乎吧 比较肺啊 哈哈哈哈 脆骨补干 哎 样样都得来点 今天的主食就是玉米 来着 这玉米老有滋味了 这个家我太热了炖地也吃来了这凉不凉 下豆干 就这么像我炖菜 割排骨 割红烧肉 你割点土豆炖都行啊 这顿饭吃的一拨三折呀 它是干锅棒的了呀 东北的冬天是很暖和的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就是在这冰屋里吃火锅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澳洲生生辞就岁 欢欢乐乐过大年 大家好 我们是东北翠花 祝大家兔年吉祥 新年快乐 找圣贵子 那傻 哈哈哈哈 我们的冰屋子 经过了七年的时间改制 终于已经落成了 现在有请我们的总工程师套桌讲几句 嗯 这个的话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但是我先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 网友说 为什么要建这个冰屋 我看了一条评论点赞最高的 说的是 人不能吃的太高 你说对了 我闲的 但是 我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来回怼它 放下你手中的孽齿动物 咋嘛 这叫房子 是存病制作的 咱们过年 队员也就安排上了 留你们看看咱们这个房子 怎么样 嗨 有回声 看看啊 这个边边角角啊 这个套路人手里的非常圆着 这么大的 那必须能放一张八仙桌 对不对 就这个冰屋子建完之后绝对不能白建 说啥也得在里头吃顿火锅 对得起这精灵剔透的这个墙壁啊 冰屋涮火锅 让大家知道一下子冰屋里面涮火锅到底是一个什么体验 我去准备 我去准备 这羊冻的嘎咋 死着 先放地下 给它画它 这只羊 绝对能吃好一顿啊 起码羊腿来一顿 羊排来一顿 羊鞋子再来一顿 看看哦 这一盘存肉的地方 桌子上铺了保鲜膜 打算捡羊肉卷 这个包厚还行好像哈 对 抓 然后就往里坑 抓好 然后往里坑 你也必须板着实上 羊卷会烫直流的 对 你直流的到时候好雪呀 咱们人我必须备得足足的啊 好 开始准备 放开这桌子 是不是有余 小二上菜啦 来 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 东北有多冷 很多朋友说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冷 你那块的青菜 你放在这 你试试 你看我这个 啥叫做青菜 啥叫做洞 你那地方 你那地方 永远达不到啊 香菜咔咔之响啊 这就是北方的狼 来吃火锅也是专业的啊 加个事只有权 通过 这必须是鸳鸳锅 一撇麻辣 一撇清汤 一撇清汤 汤来了 来 再来上点冻豆腐 上肉了 肉必须得够用 起 青菜来喽 今天这个门能直接进来了 这连菜载肉什么都有了 完美 来 进屋喊人搬凳子拿吧 冰屋涮火锅是什么感受 咱冰屋落成第一波客人已经入住了 收费不 那必须给成本钱就行 开火 最大火 现在坐了四位 我觉得这个坐的还可以坐四位 记得上一次雪屋 那家伙蒸汽给我跑的 都看不着人了 这回虽然零下38度 但是 蒸汽绝对不会那么大 因为我们这次门开得高 去门就跑蒸汽了 看看开没开 已经忘信了 哎 开锅了 哇哇开呀 来来来 下肉 这零下30度度啥玩意儿拿出来都嘎巴嘎巴动上了 啥叫嘎巴嘎巴动上了 给大家看一眼 这是青菜 藤蒿啊 一捏 就变成碎渣了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涮啊 涮到里边和新鲜的是一样的 捞出来也是软的 今年为什么做这个雪屋 这得说去年说起 去年我们一春 做了一个这个冰雪项目 当时就有一个冰屋里头涮火锅 然后我们行事 我们进去拍一个视频吧 不让我们吃 让我们比活比活也行啊 那都拒绝我们进入 今年不用它了 我自己建 赶紧补充点热量 动手啊 快快快 朝着味道怎么样 软硬能行吗 这可是自己家卷的羊肉啊 动力是嘚瑟的 亮亮 嘚瑟呀 不冷能叫冬天吗 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扔进去那两根 很好 也软了 也熟了 此屋是我建 此路是我开 要想过此路 必须留下买路财 不经过我这道关 不坏点 这个你就必须出乎了 咋样啊 发发言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呢 就是在这并屋里吃火锅 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就是在外面看着挺好 然后屋里头还仙气飘飘 就是吃起来 真动手真动嘴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 在屋里头 围着火炉吃火锅 那个感觉更好 吐力往屋跑 快点了 西山落残阳啊 家人回秀房啊 桃花粉面 映烛光啊 大家好 我是保镖 今天我们跑到油好来赶集来了 大家可能是在冬天的时候 经常看到我录视频出来赶集 但是这个没有雪的时候 我都没有来赶过集 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夏天的集市和冬天的集市有啥区别啊 哎这个东西啥情况啊 这鸭子这么大一箱子的 卖蓝莓草莓的 刚一到鸡头鸭子 媳妇说我那家伙拎一个草莓拎了一早上 前两天不是上早事吗 捡了一个草莓 然后拎了一早上才吃上 结果今天这家伙云姐直接给买了一箱 这一箱草莓是24块钱 开始算是正式进到集市边上了 看看这集市里头人也挺多呀 这东西不分呢 哎呀这看看 这集市上卖新鲜东西了 蓝莓 哦小河鱼我看出来了 也是盛香盛香的 捧着草莓 看看小河鱼 这都是打着养的新鲜活的 还有小蛤蟆 看看这人这多 还有发单子的呢 这是冬天赶集的时候也是这么多人 这夏天赶集也这么多人呢 夏天的时候有卖熟食的了 卖熟食的就是什么样的这个 边边角角的地方都有 什么干啦 还有鸡蛋包 哎呀妈呀 这一大锅玉米我离这么老远我都闻着玉米的香味了 这个好吃 开花烈瓣的呀 这肯定好啊 这个小炸小鸡 小鱼呢 还有这个 熟食多好 那边那有小鱼 就是刚才看那个鱼 就直接可以做成这种熟食炸鱼 冬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卖这些新鲜蔬菜的 这下夏天了就可以卖了 这个小葫芦子 葫芦子拔块 还有这是当地的小鱼 小鲫鱼 车里子 桑圣 板鸭 这家伙挂着鸭子一排一排的 离很远都能闻到这个味道 这鸭子怎么卖的 鸭子22 还有南方来卖这个鲜花的 赶集的时候能有卖的 别的时候就没有 这里也是卖小河鱼的 刚才过去那大娘说 大母豹子可好了 那个说的是鳞蛙 没看着鳞蛙在哪呢 啊这蓝莓好好啊 卖猪肉的这跟前人好多 猪肉现在咋卖了 这卖猪肉走多些 16 卖小鹌鹑蛋 这样的话五香的 这个季节的话就是有小小河鱼嘛 所以的话 你看卖这个熟食的时候 都有这种炸河鱼 大饼子 看看大饼子 这是包面的 底下的嘎巴都是黄的 然后在那块用那大锅现烙的 这是自己家的小韭菜 水果依然是主力 沙白瓜 大丑菊 这是一个东北特色 大拉皮 就是赵本山老师说那个小瓶里头那个 弄个拉皮拍个黄瓜那个拉皮 拉皮刚才有人问一块五 东北卤水大豆腐 东北的大豆好嘛 所以它这个豆腐做的都特别好 鹅蛋一块五一个呀 一块五一个 这可真便宜呀 小米七块 看看这是烟叶 现在风大都得盖上点 要不然刮飞了 有价格 菠萝便宜了 十块钱三个 这么大的 这一块这个是红色的 这个苹果 也是两块五一斤 看这大娘拎的 就是一大兜的草莓 这个就是稍微小一点 刚才路过的大娘说这种小的甜 看看我买的就是那种盒的 还有这种小的 这种小草莓 六块钱一斤 这家伙是卖本地柿子的 十块钱几斤呢 十块钱二斤 小菜 这是很小的新鲜的蘸酱菜 一老远我就闻到了一股糕点的味道 这家的是槽子糕 槽子糕五块 我在这家的原地踏步 干逛的不往前走 前面都不走 前面肯定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造成了这个到堵了 看看我们东北卖东西 都是直接弄个牌 上面直接写价 因为赶集的时候人太多 就不用问了 直接买就行 这早有十块的 也有十元一斤的 八元一斤的 十三元二斤 我就觉得嘛 这集上怎么可能没有卖活鱼的呢 这是活的鲤鱼 自己家奔养的鹅蛋鸭蛋 十块钱一斤 自己养了三十多个鸭子 就是每到赶集的时候 自己到这个集上来 卖这个鸭蛋 是白皮的 这是一个专业卖蛤蟆的 看这摊位前都是人 哇 这个真大呀 你说那红肚皮蛤蟆 你看这个蛤蟆 红的背都是红的 哇 这老头鱼真大呀 这个最大的老头鱼 多少钱呢 四十 这一个得好几两 这老头鱼是好鱼啊 真大呀 看看这人有多多了 往那边这个岔道里头 也全都是人呢 这块已经接近几尾了 然后就开始拐了 往这边就拐了 我差点没创在这人摊位上 佳音干豆腐 在路中间 这赶集回到库房了 我把东西都卸下来了 最后卸下这个草莓 这草莓的话 我昨天就没吃着 我今天我必须得给它 看看我自己家有水 我洗了它我再吃